那問題是 其實剛剛租大獎代表 我才豁然開朗 為什麼租8000 因為你看 本來它有兩種房型 一個是2至7樓B戶的 你看這是一個客廳 然後這是主臥房 這是一個衛浴 全套的衛浴設備 可是這邊就是一個河室而已 就沒有住的地方了 所以它不是這種房型 因為它現在跟外面承認 是它是2加1房 是這一個房型 這個房型 這邊是一個客廳 這邊是一個河室 這邊是一個小客廳 這邊是主臥室 主臥室帶了全套衛浴設備 另外就是剛剛豬大獎的半套 所以如果你是住客廳的人 你只有這個半套可以用 如果你要洗澡 抱歉你只有經過主臥房進去 一般來說 不要說是男女 你要說是女女 就是你的好朋友 你說兩個人共用 共用一個就是衛浴設備 其實大家有的很多人 都不太願意 從主臥房這樣進去 你來會侵入我的隱私 因為到我睡覺的地方來 其實有的人是不大願意的 當然可能他們感情 因為革命同志 感情比較好 所以真的是學生宿舍的概念 但是剛剛租不大 讓我豁然開朗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 因為我們都知道 有人出來抱歉說 其實當那個地方 還住了另外一個 有人也住在那個地方 那2千房子都住滿了 那王廷委員睡哪 所以我才想到為什麼8千 剛剛沒有注意到 桌上有一個沙發 就那個 8千 你不覺得這個就符合這個價格 對不對 因為你租一個雅房 在大同區 雖然相對來講 是比較老一點的社區 可是那邊8千要住的雅房 也沒那麼容易的事情 而且那個大樓很新 那個大樓2017年才完工 所以你要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8千租這個沙發 大概是剛好而已 所以甜甜價的由來 那問題我現在就問題來了 那會不會是半張床 不是沙發 這個就不知道 這要看他們怎麼會協調 因為這個房東對他這麼好 連早餐都買給他吃 宵夜也買給他吃 讓半張床等他 也不是沒有可能 還有開車接送 還有開車接送 也沒給他收油錢對不對 那我也就很懷疑 因為他們感情這麼好 就是這8千塊 那個王廷委員 你有沒有開搜據給他 裡頭搜據發票有沒有含稅 對不對 這個 含稅 含稅嗎 我不知道 冷冷冷冷冷 你們不要這樣講 到底是含哪個稅 當然是國稅局那個稅 當然是這個稅 不然你思想不要那麼邪惡 不好意思 救邪惡 我覺得國稅局要去查 因為這個很明顯 有逃漏稅的問題 對 房東逃漏稅 你沒有申報 而且他以前 雖然他現在不是公職人員 但是你還是有申報的問題 這個國稅局要好好去查 我就覺得這個本身很奇怪 就是假設真的外傳友 那個有人在這個地方 那王定宇明明他在會館 他有兩間房間喔 那今天許智傑委員 跳出來講最好笑 說因為我們的會館比較簡陋 你再怎麼簡陋會比睡在那邊 會比睡沙發 那邊不舒服嗎 他這邊8000塊租個沙發 你會不會覺得很累 對啊 那你王定宇委員 為什麼捨棄兩間會館 他一個人訂了兩間會館 然後硬要睡這邊的沙發 是不是因為陳柏惟外號叫3Q哥 難道他叫3P哥嗎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然為什麼要睡在這個地方 然後更讓我覺得奇怪的就是 你... 就是王委員的太太明明知道 她先生長期要在上北上工作 你要上節目 或其他要處理的事情 那你在北上找個地方沒有問題 可是你立法院的會館 明明就幫你留了兩間房 而且不用付錢 對 根本不用付錢 都幫你成後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是哪一個老婆會認為說 讓老公委屈去跟人家租個8000塊的 學生宿舍雅房 老婆覺得這樣是比較應該的事情 應該不可能吧 哪一個老婆會願意這樣子 聽起來滿奇怪的 真的是我覺得有點匪夷所思 但是我也必須跟大家強調一點 就是因為王定宇委員 不是像剛剛朱大說的 跟顏若芳八竿子打不到的邊 他不是 當年顏若芳因為羅文家進來 人事調動的時候 就把這些幹部改組 把顏若芳的主任拔掉的時候 王定宇委員是衝冠一怒魏弘言 直接說我中常委也不幹 直接這樣講 這非常有義氣 義氣相挺 所以我相信 等等 我不要說義氣 會不會是因為那個房子 實在很好住 所以他想說如果還被拔掉之後 沒有地方可以租了 為了居住權 奮而抗爭 人家去年11月才開始租到 那時候還沒有發生這件事 我錯了 我錯了 所以真的是一怒魏猴言嗎 所以我必須講 王定宇委員當然 我相信他們的交情非常好 可能也有非常有革命情感 大家每天晚上徹夜不睡 蓋著棉被就一直在聊 未來怎麼樣 為國家民族奮鬥的事情 我相信可能是這樣 對不對 特別 可能 尤其針對台灣少子化的問題 他們也有深入做研究 對不對 我相信可能這些 他們都會去研究了 可是我必須說 王委員畢竟你是個公眾人物 你就算你心裡頭坦蕩蕩 你知道 可以事無不可對人言 可是你還是要稍微顧忌一下 因為你是三個孩子的爸 你有一個太太 你是不是也要顧忌一點 因為我們台灣人 台灣社會就是很爛 我們大家看到這種事情 就是難免會有人嘴碎 難免就有一些八國會到處傳 所以是不是可以稍微克制一下 不要這麼熱情澎湃 對 多少還是要避嫌一下 還有就是到底要不要報稅 像今天民眾黨蔡壁如就講說 這個報稅的事情一定要講清楚 是不是應該要繳交稅金 你們沒有報稅紀錄 這到底說不過去 但是如果要住在這邊 會不會有可能是距離比較近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也扮演一下柯南 來找一下 這個立法院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立法院 那沿若芳的位置在哪裡 沿若芳的住所就在這個地方 大概距離是4.6公里 看起來是滿近的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是因為比較近 所以他在住在沿若芳這個地方 上班比較方便 那我們就來看看 剛剛有講到說的 這個大安會館跟台北會館 再請地方大安會館在這個位置 這是我們台北市地圖 我們特別抓出來 然後在這邊台北會館 好 這兩個位置距離立法院有多遠 一個4公里 一個2公里 這看起來好像也不是因為 距離近的問題 主大 沒有 我們這樣講 就是有很多時候 理性跟科學是相衝突的 那我們要講的是 理性內部深層 它是紅綠燈本的比較少 還有感性的問題 你想想看 我有一個幫我開車的房東 大安會館跟台北會館 跟立法院距離算什麼 當然照樣要讓房工照顧我 讓他開車送我回家 這樣多少 那我們覺得講白了 這個你們算距離就錯了 以王定委員 在心裡的距離 不是 坐在旁邊不就沒有距離了 對不對 所以我其實還是覺得比較好奇的 就是民進黨的擋務有這麼輕鬆 會讓一個發言人有時間 在黨籍立委上下班 或者是質詢完了要回到那一間公寓 這樣子算不算是一種兼職 也就是民進黨是不是給的錢不夠 導致他們的發言人 必須要兼職房東 而且這個房東還是誰叫誰到 就房東我那個電燈壞了 房東我要搭個電車 房東我要吃個早餐 然後言論方就說不好意思 這個記者會暫停 順言 我不要去送我的早餐給我的房客 但如果不是的話 這就讓人不能理解 究竟有什麼樣子的特別原因 會要讓大家知道 而且我們這樣講 我們認真的說 為什麼這樣子的房東房客接送情 會被爆出來 難道這個鏡周刊是什麼 是不是因為人緣不好 你看像這邊南部某立委獎 第九屆的時候還看到王出入 這間比較少 然後又有綠委加碼說 原來如此 去年臨時表決大戰的時候 還有派這個交通車 接大家回會館休息 就沒有看到王定宇 那王定宇可能有自己的交通車 對不對 你有自己的交通車 有房東的車 而且我講白了 各位 你們要知道 立委是有很多特權的 立委是有公務車可以接送的 你不覺得這件事情很奇妙嗎 我身為王定宇一個堂堂大立委 我明明可以用公帑 叫立法院的公務車送我 要去多遠都可以去 我們不要說去遠路房 去他租的那個房子 再開回來 來回開二十遍都可以 但沒有 他偏偏不做 他捨棄這件事情 讓民進黨的發言人為他開車 邏輯上說不通吧 難道他覺得民進黨 不需要發言人嗎 主打你覺得他的說法比較扯 還是剛剛李賢榮這個說法比較扯 你覺得你比較相信誰 以衛生來講 我必須要講也許有些人就不衛生 怎麼樣 也許有些人在挑戰的 就是衛生紙能夠折多少張 然後DNA還可以沾來沾去 而且等等 等等 我跟你講 我個人覺得很好奇的是 為什麼投用一張衛生紙 DNA會沾來沾去 這個好奇怪 就是你知道 我們再講下去 這就不是下午節目的內容了 我只能說有很多的謊言 你說了一個謊 要用100個謊來源的時候 就會出現沒辦法理解的狀態